最新消息 云林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再来看到凯米台风为南投山区带来强势的雨量 竹山过水路面的书郡工程变桥 被滚滚溪水给冲毁触目惊心 蒲里守城桥变道通车不到半年 就因为没溪水为暴涨 桥面下陷受损 另外水里溪的水势也相当的湍急 还有民众在岸边冒险捞鱼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而在仁爱乡的民隧道 也因为强降雨 边坡的土石夹夹着泥水倾泻而下 不断往道路冲刷 大雨下不停 洗水不断变得混浊 还很湍急 一波接着一波翻腾而上 激起水花 现场不萌萌一片 南投竹山过水路面的西水暴涨夹带泥黄色土石淹过路面 更把平时用来出郡工程的变桥冲毁 桥面明显外漏 而普里这梅溪同样因强降雨 溪水暴涨 冲毁手绳桥变道 梅溪水未上升 滚滚泥流 冲毁今年二月初才开放通行的手绳桥变道 是居民出入及农产运输要道 这回桥面耐不住暴涨吸水的冲刷断裂下陷 毁得一塌糊涂 民众要过去到牛棉里头 要经由牛棉桥 或者是在上面的内部桥 就是要稍微绕道 这回开密台风带来的强势雨量狂炸山区 积极蓝河燕启动泄洪 泄洪声势后大水流速度惊人 积极蓝河燕在25号5号启动泄洪调节水位 湍急水势引发注目 转到水里乡 水里溪也一样暴涨 冲刷岸边 只是当地竟然有民众在水云桥附近冒险捞鱼 最可怕的是 现在有人在那边捕鱼 一边弯腰捕捞 身后就是汹涌吸水 画面显向还生 原本清车的水里溪也变成滚滚洪流 就怕吸水掏工重建中的明生桥陆基 向公所赶紧加强防护 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明生桥的拆桥的一个缺口 赶快协助我们厂商巩固我们的桥墩 另一头水里进水场也表示 因原水高度混浊 宣告25号早上8点到26号凌晨3点 水里箱和部分新银箱紧急停水 影响工绩超过6000户 山区道路同样柔床寸断 台八线中横公路96公里处的明碎道口 边坡土石变成石头瀑布 不断往下冲刷 隧道上方堆积如山的大小碎石 随着泥水往下冲 导致大雨林往离山交通述组 从25号开始已实施预警性封闭 凯米台风虽然逐渐远离 但好与卫山区还是带来威胁 民众得多一份注意 记者众和报道